我覺得這應該會是 我一天只把我忘記的景象 就是用那種Katani的感覺 對 它可是世界級的潛點 上山下海過夜之急到台灣 有四位班底來 美少之位楊勝耀以及黃世傑 帶領來賓上山宮頂前進深海 其中中也要盡把主持人比下去啦 這一次我覺得他們算都很幸運 因為我們下水的時候 那個水流狀況還OK 只是我們上來的時候微微的流 所以大家在畫面當中 可以看到我們在原地踢水 沒辦法前進 但一開始是只有我跟八弟可以下去 而且我們在鑽洞的時候 你在我前面 然後我們要鑽洞進去 你就在門口猶豫好久 我其實有點不想進去 我原本打到回覆了 可是我想說不行 中藥都在前面 我一定要跟隨你 是我把你推開 我說讓我先來 沒關係 後來我回頭看 你就跟上來 弄了熱水之後就糟糕了 冷水呢 反正就是後來就是 後來我記得我們 我就叫八弟再去幫我們 提一桶水過來 我想說要就是mix一下 熱水冷水 mix一下 結果他老兄就提了一桶熱水來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 熱水加熱水 交到他去頭皮的時候 他就尖叫 這 這洗到豬頭皮了 太熱 後來就在那邊等 水稍微涼一點之後 然後因為天色已經越來越暗 然後星星也出來 然後天空已經變成深藍色 製作人也說 不然你們就幫忙 互相洗個頭這樣 那洗著想說算了都已經洗了 那衣服脫掉就連澡一起洗 那一度懷疑不能錄 因為我們如果繼續洗下去 他應該真的不能錄這樣 編哥後來說 好 洗一半就好 自己自己的生活 對 然後我就有一種 他說他很像讓他回想到 阿公幫他洗頭這樣 然後那一次我看到凱旬 他就是直接把上衣脫掉 然後一個轉身好帥 一個轉身 然後直接上衣脫 我就哇 哈哈哈哈 超級man 直接被他man到 好多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抬風天等級的啊 各位 天啊 風太大 哦 有感受到這陣雨的那個 毛利嗎 不知道有多大 我的天啊 我這一路上真的是 精凶的 來 慢慢不要緊 妳知道嗎 太浪了 我們可以說是四個生死之交 對 我們經歷了很多 就是差點人生下線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在各種天氣狀況 我們都得去 比如說下大雨 雷雨這種 我還記得我們還有一次 有遇到吐司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八代灣的沉船 第一次潛這麼深 甚至到我不知道 我可以潛到這麼深 然後對 那時候在那個海上挑選了一陣子 我就覺得我真的我必須要下去 所以真的我覺得我們去很多地方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身體狀況跟裝備 我覺得我們心裡面 有些人會有心魔 自己有恐懼真的要克服 我覺得心裡面也要夠強大 才能做這些事情 我的天啊 我們老婆第一次走上來了 我終於到了 我終於到了 主持群以及來賓 在經歷無數次的體力透支 以及膽政心境後 換來螢幕幕絕美場景 節目將在10月5日 魚山立都會臺正式播出 一起解鎖那些隱藏版的台灣之媒 完全樂人家軒零雙採訪報導 完全力量 完全力量 雅採訪報導